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妍妍 第一节课,我们先来说一下奶妈的基础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符文 第一个推荐的符文是巫术系 巫术系我们选择爱理,增加伤害并提供护盾 这是奶妈她带的最多的一种 然后下一个,无效化之法球 如果对面就是辅助是AP的那种 比如说像火蓝,杰拉,光辉,带眼睛等等 纳美,这种线上商货比较厉害一点的 你就带无效化之法球 反之,如果不是我刚才举例的这些类型的英雄的话 我们就选择这个法力游戏带 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蓝量上面会好一点 这个就是你们打的时候看阵容去选择一下 然后超蓝提供CD 胶着提升线上的一个消耗 你也可以把胶着换成那个水上行走 就是可能你在压身的时候 队友如果在河道打起来 会方便你支援,你支援会更快一点 这个也是看你去选择 然后负系 负系选择坚决系 坚决系你可以点 一个是复苏之风 在受到来自敌方英雄的伤害后 会持续治疗一些损失生命值 这是那个 然后另一个坚决系的话 选择复苏 就是两个字复苏 那个的话就是你的一个 加强你的一个护盾效果 和你的一个治疗效果 这是复写 坚决系 然后小符文的话是选择冷却缩减 后面看阵容选择 是护甲还是说魔抗 第一行就选那个冷却缩减 然后这是第一个巫术系嘛 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选择起敌系 起敌系的话你可以带这个行切预兆 这种的话可能现在带的人会少一点 以前我是经常带这个行切预兆的 毕竟爱里带的人多 因为还有个护盾嘛 所以那是主系 这个的话你们也可以点一下 碰到那种对面辅助 如果手短一点 你觉得你这把想玩一点 刺激一点的是不是 你就可以带这个偷钱 因为他手比较短 你想偷钱的机会比较多 但是要注意 你要是想平A到他的话 一定要把控好自身的一个距离 小心就是说 一不小心就被什么牛头 一下子就顶起来被开了 对吧 那就得不偿失 所以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也有一定的回报嘛 行切预兆 然后下面选择未来市场 使你的一个装备更快成型 然后新界洞悉 提供冷却缩减 那是我们CD 就我们CD要更快 其实就奶的更恶心嘛 然后如果你待着是启迪系的话 复系一样也是点这个坚决 这个这两个符文的复系都不变 主系就变一下 就是符文方面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召唤师技能 手推荐的话可能是点燃加闪现 看双方下路组合嘛 你感觉你这把击杀的一个可能性大就带点燃 一般带点燃的人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打得比较凶 因为你线上如果消耗得当的话 他其实有很大机会击杀了 并且一方的好 人家可能治疗的摁不出来 就没了 这个是第一个推荐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选择屏障 有时候看到对面的奶妈也是带屏障的那种 这种的话他可能 这种的好处是 他可能自保能力要强一点 因为像奶妈如果他能点燃到人的时候 他的一个站位可能就会有一点点靠前嘛 那对线如果压得凶 点燃可能就能点得到 如果觉得自己这把站位如果往前靠点很容易死 或者说团战的一些阵容突进比较多 你觉得需要带一个屏障自保 保住自己才能保护队友嘛 那你可以带屏障 这个 那你带屏障AD就也带治疗嘛 你带什么AD都带治疗 对 这就是屏障方面和一个点燃 想打的胸肯定是首选点燃 然后感觉阵容 你需要自保猥琐站位 你可能就是可以考虑去想的这个屏障 这个是 这一方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装 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出门装 出门装选择常规的AP辅助出门 切法滋润 扎药水 增加兑现的消耗和回复 然后中期装 冰霜制衙 记得回家 一定要先升级你的工资装 完成任务后 你才有 就是说才能 它才会变成眼石嘛 对不对 才会变成眼 你要是没有这个眼你怎么去给团队去做一个训练 有的时候我跟学员打我会发现他们有的时候辅助居然不升级眼石 就是不升级这个工资装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们不升级哪来的眼啊 所以说无论怎么样这个一定是 首先要升级的 然后 后面做什么呢 你可以做香炉的一个小剑 选择禁忌雕像 这个东西是可以增加护盾的一个强度的 你是可以选择做这个的 这是你升级完工资装之后的 首先要出的一个装备 然后往后走 就是现在暴击的那种左右流 AD可能比较多嘛 你就可以把这个禁忌雕像升级作为香炉 然后圣杯 这是后续增加奶量和回复 然后就是中期肯定是出门 一般有钱是必买睁眼的 就药都不需要戴 可能就会睁眼是一定要戴的 但在药和睁眼之间肯定是选择睁眼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来再看一下神装 它这个神装就是眼石 香炉 圣杯 加救赎 然后鞋子的话 一般我们前期的话 可能会先做五速鞋 方便支援方便游走 还有你回线也比较快 而且你奶队友的时候 这个五速鞋的效果并不会消失 前面可能做这个 然后如果你们这把局势 就是说打得比较靠后吧 时间一直往后 往后拖 到了大后鞋 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抱团情况 你可以把鞋换成抗性鞋 这是第一种情况 换抗性鞋 第二种情况是 这把对面的 比如说整个阵容都是偏于一个 呃什么刺客啊 AD阵容特别多 AD英雄 你可能就早点就直接就做护甲线 所以看对方的一个局势来选择 然后香炉 圣杯救赎 这肯定就是他这种软斧 基本标配的几个装备 然后最后一个备选装的话 我们可以看 一军团圣盾 对面AP伤害多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做这个军团圣盾 然后如果对面上是有女妖啊 什么女妖 就对面有石头人啊这种一种 他们老是想开你嘛 或者谁谁谁 那种强开非常多的 而且也喜欢盯着你的 你可能就可以 也可以补一个女妖 然后 往下就是 饥客的聚合 这个也可以给AD提供一个伤害 我觉得这个装备还是挺好的 然后第四 如果拖到大后期 你是可以补狂图的 拖到大后期 你的生命值什么也是够的 你可以就是说出个狂图 就是这个 然后就是神装的一个顺序 你不一定就是 一定是按这个装备处 像我们对面AP伤害多 你可能就像对面下路 它辅助伤害非常高 对吧 其实你也可以先做圣杯 不一定要先出三龙 然后对面的重大AP伤害非常高 比较顺 你也可以后续先补出这个军团 都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们可以看当时的一个情形来选择这个顺序 顺序就可以你们当时去看情况来出 这就是奶妈的一个神装方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塔下电刀这一部分 当你们在电刀的时候 其实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你要学会观察你这个AD 他需不需要你去帮他电刀 因为有些AD他自身的一个补刀水平在哪里 也会也知道用技能去衔接普攻 就去把这个塔刀给补了 那这种你就不要帮他A 你帮他A可能就帮 把他的一个补刀的一个 刺血给弄乱了 所以说你要学会观察他会不会 他不会你就帮他电一下 他会你就不需要管他的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电刀的进展比 前期AD只有一个多蓝的时候 进展兵你是不需要管他的 他只有一个多蓝剑 你进展兵就不需要管 他就这个刀他是很好补的 而但是进展兵他半血的话 也是不需要电刀的 但是如果他这个血量 是在于一个四分之三左右 你就一定要帮他A一下 帮他A一下 然后他就他就刚好可以补到 这个是进展兵方面 然后远程兵方面的话 就是AD只有多蓝的时候 前期满血远程兵 你需要帮他A一下 就是你看塔A嘛对吧 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看防御塔A哪个 你不要防御塔的A这个 你帮他电另一个 这样可能就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可能后面扫兵过来了 然后把这个血量打乱了嘛 你可能就白电了 所以说你在帮他电的时候 要注意防御塔正在A哪一个兵 如果他就当A这个 他约他黄玉塔的攻击下来 其实不是很快嘛 你看他明显要攻击哪个的 一个线出来了 攻击的那个线出来了 然后你立马就去点一下 把那个远程兵点一下 这样你的AD就可以补到了 然后AD他有了多蓝和两把 常见的时候 远程兵你也不需要赶 就相当于到了这个时候 你基本上是不需要帮他电刀了 他都自己会了 只有在他只有多蓝的时候 你可能会考虑要帮他电个什么刀 就是这样 这个塔下电刀这方面就是 随便带一下就行了 为什么 因为奶妈这个英雄 他大多数其实处于一个压制状态 他被别人压到塔下打的机会比较少 就前期 被别人压过来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你帮AD电刀的机会比较少 但是这个电的一个方法 还是说稍微会一下就行 然后平常他这个英雄多打的多大多数都是一个压制 可能没什么机会去电 但是你们做一个辅助该会的 还是要会一下 说完了这个塔下电刀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前期站位 一级站位 奶妈一级消耗很强 站位可以站在草丛和我方兵线中 那为什么 利用草丛QA 对面的一个AD 以此去骚扰一个对手 二 在我方兵线中 这种的话就是 站在我们兵线这里 因为对面如果万一是个有什么勾子的 你站草里有可能会被勾到嘛 那第二站在我方兵线中看到对面的一个AD 刚好想捕到 立马就QA他 就这么影响他恶心他 这种东西就在前期 真的越是意识前面越恶心 因为后面大家 那个AD他有了一定的装备 他补个刀可能比较快嘛 你可能 但是他前面 该攻速慢的人攻速慢 手短的人手短 然后他伤害也不是很高 你QA他其实你很难亏 所以这就是两 这两点站位 你可以看当时一个机会 去选择 这是一级的一个站位 不要有的时候 我看能吗 一级是一个W 千万不要 一级是Q 上来就压他们 让他们很恶心 因为你Q的时候 又能Q到人 又能Q到兵 这样的话相当于又打了一个消耗 又能去帮AD 打一下这个兵 他也能抢二嘛 抢二下落是很关键的 所以说一级是Q的作用非常大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二 两到三级的一个站位 碰到对面消耗型下落 抢到二级 你就EQ对手 打完就撤 没抢到二的话 你就直接后撤猥琐 不要被打一套 原因 碰到消耗型的下落 如果可以成功抢到二级 直接追上去 EQ打一套 如果没有抢到二 一定要后撤 防止掉血 因为你要是 这个时候失误 掉了很多血 你后面 人家是个消耗型下落 你不是没得玩了吗 所以不要给对手一丝机会 没抢到就撤 抢到了 直接学个E 上去打一套 AD跟得上 能杀就杀 AD跟不上 或者是说 吹那么一点点伤害的话 杀不掉也就算了 至少我们是打了一套 肯定你是能打个技能出来的 因为你技能传重的话 这是这个 然后我们刚才说是 这个消耗型的一个辅助 然后我们看一下 碰到对面硬控下落 那哪个站位应该怎么去站 远离对面辅助站位 碰到钩子 就是说或者是控制下落 一 平常站位 躲在小兵后面 找机会消耗 你站在兵后面 看AD要补刀 你就Q他 又能Q他 又能清线 又能去防被钩 这是一 但是要注意啊 注意你站在这个小兵的血量 不要这个兵快残了 你站在那儿不知道变通 结果人家就 等小兵死了一瞬间 然后把你勾走了 也是非常的 就非常尴尬 这是一 二 面前只剩两个兵的时候 直接后撤 一般钩子喜欢打你的时候 都是面前只是快没兵的开口 他就会上来追你 所以我们就为了以求谨慎一点 毕竟奶妈的英雄 他这个没位移嘛 也不像风女跑那么快 所以面前只剩两个兵的时候 直接后撤 三 钩子技能处于CD了 就可以直接上去 QA打一套 或者是A 你看他技能一空 对吧 直接就上去点他 因为像这种 钩子型的英雄啊 他们的手 平A距离其实都比较短 想A他们还是比较容易的 一定要掐准人家技能刚用了 CD了 就上去搞一套 不过你们要注意点 因为像那种控制型的一些英雄 他们手虽然短 但是他们如果突然打你一套 闪现的话 他的一个配合他的AD 爆发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你们有时候打的时候 要注意不要被开了 就是像什么牛头 确实日女 一定不要被开 因为你要是被开了的话 对面打一套 就像刚才说 他们爆发比较高 你很容易就死了 所以以保证自己的站位 再去恶行对手 还有我刚才说的 对面技能空了 你再去搞他 他都没拿你 没什么办法 然后 只要你保证好了自身的一个站位 如果你AD不想也被开 你可以回头 EQ对方那个AD 这样你减速了对面的AD 又沉没了对面的AD 对啊 但AD就很烦 第一时间跟不上输出 这样的话 你AD也不至于 第一时间就被急火打死了嘛 但如果你被控到 那你就没办法 你肯定就结没了 所以 这几点弄清楚 总结一下 这个打印控是什么 一 要么是利用小兵 挡技能 再去QA对手 二 要么是对面一些控制技能空了 你再去上去打一套 对吧 三 无论你怎么去站 只要你保证你自己不会被开 就是我注意 我刚才说这两点 你肯定就很难被开 那你很难被开的情况下 你AD不被开 那你就下落打得更好 如果你像AD被开了 你EQ对手的AD 让对面AD第一时间不能上来打输出 对 每次你的一个任务 和你的站位定位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用素材的视频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这第一个 标题之外 利用兵线挡技能 一个是利用兵线挡技能 对不对 然后就卡一个技能CD 那这时候我们看阵容 上来 我们这边是 卡莎加上 奶妈妈 对面是火男对不对 这火男技能刚用 哎呀 这什么东西一直弹的 回头看一下 首先上来之后 我们先Q了一下火男 然后这火男 我跟你们说打这种英雄 你们千万不要怕他 比如说上来之后 有的时候火男 他肯定就会想打你嘛 有的时候 很多人辅助的一个第一番 就是往后撤 往后撤 你往后撤 确实有的时候火男的一个W技能 可能距离不够 打不到你 对不对 但是同力啊 你的打你的Q也打不到他 所以很多人一般都是往后撤 其实我们想想火男这个时候就一个技能 一个W技能 如果他说他三级 而Q W全在把你晕到打一套 其实非常危险 但是他只有一级 这就是你这个英雄尝试处 一级是吧 我不管他有没有打中我 反正你现在技能没了 我直接往你脸上走 A一下 Q一下 再A一下 我是焦灼 你看 我的AD看我打了这么松 也就A了一下 这个卡下就上他A了一下 直接把这火男技能打出来了 我还带 我这波大时失落 因为对面有个结 那这个人很自觉的加了个小 就是我们在一定要 就是学会分析 大家的一个强势系是什么时候 对吧 一般人都是往后跑 我们就不跑 他只有一个技能 直接去AQ他 继续A他 因为配上我们的一个胶着 打来就会更痛一点 毕竟我们的Q到人 是可以回血的嘛 所以说我们在前面 像这样疯狂跟他换血 其实我们是赚的 这是一个 然后注意第二个 看对面AD的一个走位 在别人补刀的一瞬间 去Q他 然后如果你前期就是说 像这样 刚才空了一个Q 也不要紧 因为你的Q的CD 他不是很长 所以说你如果空了一个Q 也不要紧 但是也不要低 是要往他 就是说直接走到 非常靠前 对吧 你就在这个小兵旁边晃悠 看对面的人 是不是想补刀 想补刀 你可能就准备去 去打他 像这个时候我们两级了 我们两级 就直接往前走 Q一下 然后AD接了一个W 再打一套消耗 然后因为我们点的是这个 E吧 点的是这个E 然后因为我这火难 站位比较远 所以我就没交这个E 之等 因为我怕想的是 这个E 可能 待会打的时候 它可能会交E 所以我这个 先一直没交 但因为我们Q的CD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AD想补刀的时候 不停的去 不停的去Q的 而到现在你看 我们这个血量 我们从E级开始 就不停的跟这个火难 摩擦 我们的站位 稍微回放一点 都能看到 我们的站位一直都是 就是比较靠前的 你应该是站在AD前面 就是动不动A一下 点一下的 对吧 但是我们到了后面呢 药还在手上 血量还算是健康 所以说玩奶妈 不要太怂了 对吧 很猥琐 天天躲在AD后面 奶奶 不要这样做 这样你的AD 就会打得非常有压力 前期一定要把你的一个优势 打出来 那又能Q到B 又能打到对面的一个人 你的AD这个 冰线上的一个优势 也就说压力也没有 这就是你要在前几集的时候 注意个点 你看这一波 我才交了E 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这个AD 他就是说想去打这个Easy 打了一套嘛 我们想的肯定是怕这个Easy 一般的Easy 就是跟你玩一会儿 立马交E走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在卡莎打一套的时候 我立马去给E 这就是防止Easy去E走 就是这一点 所以说碰到有位移的英雄 你这个E 可以稍微的捏一下 关键的时候 看到你AD打一套的时候 直接甩个E 使对面招不出一个技能 就是 期待 你看我们没技能的时候 或者对面站得特别远的时候 我们不会过于的远离我们的AD 因为你看 看我鼠标位置 如果我们站这么远 你AD跟不上 其实也是很难受的 所以我们要 稍微的顾及一下 AD的一个位置 然后在冰线旁边晃 就是骚扰别人捕刀 恶心别人血量 然后技术不停的对线的时候 不停的走位 不要站着不动 没技能的时候 或者感觉距离不太够 Q的距离好像不太够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 稍微的在冰后面 像我刚才这样 感觉我们的Q不太够 可能就会扭一下 在冰后面不停的晃悠 防止技能状态多 然后等到我们下一波 有技能之后 然后感觉Q的距离不够的时候 我们可以往前拉一下 因为 这个是回到了 我刚才提到的一点 利用小兵去挡技能 对不对 这有个兵 所以A一下 对吧 然后这个EZ肯定要补刀 我们再QE一下 然后这个人接一个W 把这个EZ直接就打一套了 记住E和Q 在这些迭代在一起 配合你的一个AD 这样你看 我们那个怎么耗到对面 非常恶心 在EZ 被我们耗到没有药 我们还有一瓶药 在那这个火男 他早就被我们 把药打出来了 所以 一个奶妈 要如果线上 想压的胸 技能命中的准 其实很大一部分 是取决于你的一个站位的 但是你也不能 就是一个人天天 就是无敌膨胀 骑到人家头上去 站在人家脸上 不注意AD位置 其实也是 很有问题的嘛 这样 你要是被晕的 被晕了打一套 那就很难受 所以说 你想压人 从一击开始 就得压得使劲 你一击开始 把他药打出来了 后面 他少要 他就比较难受 如果他一击 非常安稳的 把两瓶药留到了 后面再跟你去打 那你可能就不是很难受 就是你可能过得 就不是很舒服 这就是 这一点 利用兵线挡技能 还有卡技能CD 上去 卡他一个W技能CD 直接就AQ他 继续A他 把他上线挡出来 这是这个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 这是刚才说的那个 场技能的 场等级的 不 什么卡等级 卡技能CD 这些站位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场到2的一个站位 上这里 因为对面是滑板鞋下垂石 其实滑板鞋下垂石 这组合非常的猛 我们是维恩嘛 维恩这个英雄 他可能前期会弱一点 但是只要我们 同理 你配谁 只要你消耗得当 你的AD在对线都会非常舒服 来上线 看滑板鞋 他的一个动作 那能不能 补刀Q他 他知道我们要Q他 他也一直不上来补刀 你看 所以对线的时候 我一直感觉我的Q距离不够 因为他一直在那晃炮 我Q他嘛 他这人还是懂一点的 所以我们一直没什么机会的时候 不要急着去Q 你可以A一下 记住你的平A 也是非常痛的 特别是前期 辅助的平A也非常重要 没事做A一下 对吧 没事做A一下 Q不到也不要紧 然后继续等一下技能 然后帮AD去A兵 记住 A兵也是很关键的 因为你要抢2 所以帮AD稍微A一下兵 然后再Q到 注意我们这个等级 明显我们要升2 你看我的站位 你们打辅助的时候 感觉 注意这个下路兵线 快要2了 直接往前走 这样的话 你才能利用你的Q 减速到对手 去恶行对手 不然你说你 如果你现在的站位 跟文恩系一样 在这种位置 那么你拿什么技能 留住人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在你 感觉自己快2的时候 往前走 这样你才能 又Q一下 减速 再E一下 打一个招号 再A一下 这样你才能去 打一套 并且搭着你的AD 打一套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素材 大部分AD 可能就只是 跟了一个平A 或者是跟了一个技能 大多数的招号 还是在你手上 这就是 奶妈他这个英雄 他恶心的一个地方 你得不停的 从你这个站位当中 去改变 使你的打法 可以更激进一点 让你的AD 更舒服一点 不然的话 对面这下 两个组合 其实很猛 文恩这个英雄 堆现其实会弱一点 但是因为你 帮AD A的兵 抢了2 又Q到对手 在两级合适的时候 抢了2 往前拉站位 对面打一套 这么一级 直接掉这么多 他后面 就会难受一点 文恩可能 对线就舒服一点 然后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前期的一些 意识习惯 打辅助嘛 意识习惯 可能都是一样的 旁边草莓 就要注意 及时给眼 这个东西是 我们无论是 在压线的时候 我们压线 也会去河道给眼吧 是不是 还有河道旁边 那些草给眼 防止被抓 也是你该去做的 然后就是我们 在被压的时候 我们在 你的AD在空线的时候 我们也可能 也会给自己 旁边的草给眼 防止别人去绕后 对啊 等等 这也是我们 玩任何辅助 都要知道一些 基本意识 然后二 对线草丛没眼 或者是打起来的时候 记得及时给眼 防止被卡视野 对线的时候 对线的草丛 只要感觉对面 有要卡你视野的意图 直接去耍个眼 那别让你的AD 被打一套了 再去给眼 或者是 让你的AD去给眼 因为有时候 你AD先去给眼的话 可能他就被 先被摸一套 这样就比较亏 所以这也是你作为辅助 也要看到这种情况 也要及时去给的 不要怕自己掉血 对吧 千万不要怕自己掉血 如果感觉 嗯 这波进去 万一被淫一套 或者说被cue到了 被控制 cue到了 你可以先交个E 再去给眼 对吧 这样你给钱 就会安全一点 不要把这种 危险的事情 需要你的AD去做 这是第二 然后第三 线上人消失 及时给信号 一样的 上次我记得 我讲风女的时候 说过 你给的信号 队友还是被抓了 那就不关你的事 那如果你没给信号 队友被抓了 就当是他不看地图 那就是你的原因 所以说我们要 多从自身的远 找一些自己的不足 这样我们才会 做得更好 只要人不见了 还给信号 除非他残血不见 他残血不见 其实我们也就知道 他可能 几大几十是回家了吧 他不可能 一直残血 跑到队友那边去送 所以说 这是我们要 养成了一些习惯 然后就是一些 作业的问题 作业的话 我们可以在 那个公众号上 应该是有显示的 然后我们也口头说一下 就是碰到钩子 前期被开次数 不超过一次 你得维持十把 至少 这是第一个 因为有些人 他比较烦 怕一些钩子 对吧 那刚才前面我也讲到 你碰到一些钩子 你怎么去避免 或者减少一些被钩的几率 怎么撤退的时机 等等 这样你就很难被钩到 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掌握好 这样你肯定就不会被钩到 是不是 除非他闪现钩 他闪现钩 你还有闪现躲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也是第一个作业 碰到钩子 前期被开次数 不超过一次 你得维持十把 二被抓次数 不超过两次 维持十把 就是你堆现的时候 无论你是压还是空 被抓的次数 不能超过两次 就是锻炼了你的一个 前期作演的一个意识 还有看地图的一个意识 三 前期死亡数 不超过三次 那其实我觉得三次还多了 感觉死三次都有点炸了 但是为什么说三次 可能有时候是因为你卖的成功 然后AD成功 拿了好几拨人头嘛 对不对 这种肯定是情有可言的 所以死亡数不超过三次 也是一个是一锻炼了你不被抓 二防止你被勾被开被牵手 等等结合起来 不超过三次 维持十把 这是 这是今天这一篇的一个作业 我们今天就先再见 这么说的 10 1 2 2 1 1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